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事情上 你支持谁 这个是最最基本的 理由都是其次的 对吧 这个就是说 你看你支持蔡英文 还是支持韩国瑜 没有人问你 对台湾的这个政策怎么看 没有人问你 你对台湾这个 经济问题 一些具体的事情怎么看 就是你是蓝银的 还是绿银的 对吧 你看现在 所有地方都这样的 在美国 你是支持红的 还是支持蓝的 对吧 你看中国 你是支持我们共产党 还是支持美国西方敌对势力 就是这样 就非常简单的分 就具体的事情 大家都不用去想了 现在就只看立场了 这个就是智障 但是说到这个反向洗脑 你就不要先说你支持俄罗斯 你就避免他们就大脑里面 就开始主动的进入立场的范围 你知道吗 你就要先谈什么呢 就要谈这个乌克兰在这个战争发生以前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然后呢 这个俄罗斯 你要 你要 你要把这个 焦点啊 放在俄罗斯 它这个 这个历史上面 还有 可能没有人关心历史 但是你要把它放在这个事情本身上面 你就不要说你支持它 或者不支持它 你就要把这个 呃 就是美国 在这个乌克兰 他们做的事情 就把它说出来比如说美国他们当时发动了纳粹暴力政变 这都可以查到的 就是在一个楼里面啊 在那个什么 这个首都啊 不是一个广场吗 那个广场啊 当时就烧杀抢掠啊 就打死了十多个亲俄的抗议者 那些是亲俄的 这样吧 就好比是 就是 很多喜欢俄罗斯的人 被俄罗斯 被号称是俄罗斯 他的情报部门的人员打死了 你觉得说得通吗 对吧 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不对 就 你要